繁华闹事突发枪击案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就看见一女子头对着门口躺着 她的头部下面全部是血 致命根源竟然是一部手机 她小孩也很少出来她都不跟别人接触 命案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 他们一家人包括父母都是这个类型的人 夜线即将为您播出沉默背后的杀鸡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他们做生意啊 什么样的客人都可能碰到 磕碰口角在所难免 但有口角就掏枪 这真不常见 可是生活中真的有这种魔鬼般的人物 一起来看 2015年12月29日下午18时左右 河南省开封市湘府区 巡浮冬节的一家手机店里 手机店店长燕某 正抱着四个月大的女儿在看店 忽然这时外面进来一个人 因为当时我在门口站着了 她进店直接就对我开了一枪 然后她继续玩里边 就是碰见店长在电视机旁边站着 然后她到店长头部打了 你想店长倒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受害人燕某来不及反应 怀中四个月大的女儿失手掉到了地上 因孩子头部先着地 伤重当场死亡 燕某则重伤昏迷 当时喊她的时候 她已经很无力的只能睁开眼睛 已经不能说话了 手机电电源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你好 我想报警 怎么回事 刚好 在这边 接到报警后 开封警方立即到达现场 在对案发现场进行保护后 开始疏散周围围观群众 并对手机电的其他电源进行询问 当时因为他们都非常慌乱 一直在哭 江府区县府东街属于开封市重点安保地带 此建区以来从未发生过射签案件 这起案件发生后 开封警方高度重视 立即启动大药案机制 并成立专案组 组织精干力量赶赴案发现场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就看见一女子头对着门口躺着 她头部下面全部是血 女子旁边有一个夜镜电视在墙上挂了 第一眼就看见夜镜电视也打了一个洞 屏幕全部给碎了 然后几个女子在一直在哭 在打120 有个男子鼻子一直也在流血 地上放了有两把枪 受害任燕某 今年26岁 因为工作业绩出色 刚刚被提升为该手机店的店长 而她之前也从未曾与犯罪嫌疑人接触过 之前我也听她店员说了 就是我有她去维修 然后一直都是往他们店里推 之前他们也没有都不认识 也没有什么个人恩怨 就用了一个手机 据店员反映 2015年12月29日13时左右 犯罪嫌疑人绍某曾经来过一次手机店 就她的手机质保问题与店员发生了争吵 之后更是不欢而散 当时争吵的时候 邵某情绪非常激动 据手机店员工交代 看到邵某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曾倒了一杯水 让邵某消耗气 先喝污水 但是邵某没有喝 一下子把水被拍碎了 期间 店员的员工也是耐心的给邵某进行解释 邵某的姐姐也打了劝邵某不要在手机电脑市 听到姐姐的劝告后 邵某当场愤怒了 当时他和他姐姐争吵了 还辱骂了他姐姐 骂得很难听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感觉那个人就是比较极端 因为邵某的手机属于人为因素损坏 并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手机店店员在向他解释后 并未把此次争吵 太放在心上 但当天下午18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矛盾激化以后 犯罪嫌疑人持枪 将店员打伤 受害人邵某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经诊断 邵某头部中弹 子弹贯穿整个头部 经过两天的急救 最终眼眸伤重 不致身亡 从法医学角度来分析 他附和子之类 这个国际 所涉及的大腕 所涉及的随伤了他 这一起开封市降服区 建区以来最恶劣的射箱案件 引起当地巨大的议论 而更让人们无法理解的是 这一起案件的发生 仅仅是因为一部手机 当时邵某还是因为手机的问题 因为手机出点故障 然后人为的一种破坏之后 电源 就是维修店的员工 说他已经破坏了主板问题 是人为破坏 不认为在保修期间 所以说邵某情绪比较激动 1229杀人案发生后 犯罪嫌疑人邵某逃离了案发现场 警方立即对视频中的犯罪嫌疑人邵某 进行画像 开始摸牌调查 并在乡府区各个出城关口 大规模的设卡堵截 在县城所有的出口 全部摄像卡堵进行堵截 当时这个网门都是在五公里以外的地方 摄卡 所有出城的点全部派人员进行堵截 不久 巴胺民警在对手机电电源进行询问时 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 其中有一个比店长这个级别要高一点 负责这个店的一个胡某 他在上路看着上某情绪比较激动 他用手机录了一小段视频 就是上某就是当时情绪激动的视频 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犯罪嫌疑的衣帽 体态 特征和这个他的基本情况 通过警方的户籍信息平台 开封警方最终确诊了犯罪嫌疑人少某的基本信息 少某家住乡府区 行龙乡白石港村 家有父母姐姐四口人 在确定犯罪嫌疑人少某身份后 开封警方马上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对嫌疑人进行追击堵截 另一路则前往嫌疑人少某家所在的白石港村进行侦查 在警方对少某家周围侦查布控后发现 少某行凶后并未回家 那么少某此时到底藏身于何处 他这个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他没有回村里 因为在他村 村头 报他家门口 都有我们辖区派所和我们刑警队的民警 卓岸组结合案发地周围环境特点 再次调取周围监控视频分析 我们这个一案发现场为这个点吧 然后向周围辐射 重点是东边 因为监控中央显示它往东边逃跑了 东边是交通比较发达的 有联合高速 大广高速 这些高速路如果少某乘坐其他车辆逃跑的话 对我们的抓捕措施 破案机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间 到场嘉宾是媒体人黄菲岳博士 心理侦察毕金仪女士 欢迎两位 现在还没有抓到嫌疑人 就是根据以上的案情 如果要请毕老师您给他画个像 您会怎么说 我觉得有一点是很明显的 我们能看得到 就是当他跟手机店的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人家店员都不仅是在解决问题 人家简直就是在哄他 说你常来店里跟朋友差不多 你别生气 按道理说你有多大的火 你不过就是要休一手 又给倒水什么的 然后他就都给砸碎了 但是他分明就是脾气越来越大 火气越来越高 在他姐姐来哄他的时候 都会骂起他姐姐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外界对他是怎样的 这个人如果他想生气的话 他总有办法把他自己给逼疯了 对我一开始也想看到 是不是在店员碰到客人的时候 处理纠纷的方式有什么不当 我发现我看不到这个 完全没这么回事 跟别人没多大关系 自己火了 好像憋着就去杀人 也就是说这事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际纠纷 它更像是一个魔鬼行径 那这样的人到底是从哪来的 我们接着再看 2015年12月29号晚上9点左右 一组追踪少帽的民警传来的消息 当时到达了都两乡大门这儿这个村子的时候 就看见路边有一个人 双手放在凹的左右兜里面 在急行再往前走得非常快 当时我就多注意看他两眼 发现他的背影 他的衣服的拼接图案 还有他的发型 他的头发也非常短 和咱们视频当中的犯罪嫌疑人体重非常像 此时嫌疑人身上极有可能 还有其他作案工具 民警并没有马上实施抓捕 而是向专案组领导请示 在得到专案组确保自私安全的要求后 民警在杜梁乡村道上 对犯罪嫌疑人邵某实施了抓捕 邵某当时抓他的时候 邵某是头戴着帽子 感觉像是一个陌路的人 就是无家可回的那种 比较孤独 抓捕犯罪嫌疑人邵某后 警方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 而当警方讯问其为何逃跑时 邵某的回答却让人吃惊不已 在对邵某的审讯过程中 邵某的一些异常行为 引起了办案民警的疑惑 目光比较呆滞 另外讯问他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表情 从此之中都是一个表情 从来没有见过他抬头 或者其他的 根本没有多余的动作 你做的话就是 就是一直那样做 他家庭情况主要也是听说 听说家里人和别人都不太来事 人情世世来的比较少 性格可能相对来说 都属于那种比较孤僻的 河南省开封市降服区白石港村 是一个有着上百户人家的大村庄 在白石港村 邵某一位家族兴旺 在村里属于大户人家 白石港村村民之间 有时也会因为一些琐事 发生争吵 邵某父亲兄弟几个 也多次仗势欺负村里的其他村民 以前跟河南队人家的地友们多 尽量跟一些大姐各企 站住上红楼 所以都是说法强 光欺负别人 跟一些各企 1986年 邵某的父亲惊人介绍 与邵某的母亲结婚 婚后 邵某的父亲做起了收棉花的小生意 而母亲则在家里料理家务 一般情况下都是 邵某的母亲做出 就是前天嘛 我给他妈叫队上问的情况 他妈一说 都是邻居了 他亲戚了 他兄弟姐妹了 都是别人对不起他 邵某父亲四兄弟各自成家之后 多次因为田地纠纷 兄弟间发生争吵 甚至动物 久而久之 邵某家在村子里的地位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家族亲人间的不牧 村里人异样的眼光 这一切让邵某从小内心 就充满了仇恨 因为家庭被赢他愿意 反正心里有点 反正心里有点住 心里烦 那一件原来在村里头就是说 他比我们多 家庭不恨我 跟他昨天有事来光 个气 就是脑冒动办 对小孩的影响不太好 小孩脾气一点 从家里成长的环境中 从家里成长的环境中 一定的家里能有灾 当每次问到邵某对叔伯的看法时 邵某都表现得非常抗拒 他一直强调不想讲述自己的家庭 2008年 因为不赡养父母 邵某的爷爷向法院申请 与邵某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 兄弟间的争斗 父子关系的破裂 这一切都让邵某的父母感到不愤 渐渐的邵某父母与周围邻居 也开始产生了矛盾 邵某母亲我感觉和平常人不一样 有点不正常 她比较从我们迷信那一块说 旁边的人 她家里边挂了一个门头 门头挂了一个镜子 镜子她认为就是对她不好 所以说和邻里相亲处理的关系都不好 由于每回村里又红白喜事的时候 邵某父母都不去参加 久而久之 邵某父母开始被白喜港村的村民孤立 对于村民的孤立 邵某父母并不理解 他们认为这是本家兄弟在背后挑拨所致 而为了减少与村里其他人的接触 邵某父母把自家的围墙重新修筑了一番 她母亲给我印象就是 从来都不听别人的枪高 你别人说什么根本都不听 只说自己的 只说别人对不起她 别人的家围墙的农村嘛 又没有围墙的 又拉了有围墙的两三米高 她家围墙六米多 比农村的电线杆还要高 直到1229手机店杀人案案发 白石港村的村民才又开始注意到了邵某一家 他笑话也很少出来 他都不跟别人接触 免对免就是一片也不说话 整个一家人和其他群众交流不多 平时也不可粗略的群众说话 就是喜欢独来独往不爱坑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前面收到说这个小伙子 年轻轻的小伙子 而且是一个感情很冲动的人 可是警察在描述他的时候说 我觉得这人挺奇怪的 这人一坐坐那半天不动 然后你跟他说什么呢 他脸上没表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情感冷漠吗 情感冷漠 对因为不调动情感 真正有情感的人 他首先做不出来那么冷血的事 这个其实就是 他没有情感的波动 他当然就没有什么表情 警察说到他妈妈说 我觉得他妈妈不正常 我还以为说到精神不正常 后来我仔细看不是这事 是说这家人为人处事不正常 简单的来说 如果打开大门 就是我们一家的亲戚 打外边所有的人 你们全是坏人 如果关上大门 就是我们一家的亲人互相打 如果要总结这一切 那就是所有的人都特坏 全世界的人全对不起我 我没任何毛病 我刚才把所有的故事看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就说男孩 他的外部环境 从小长起来 他的外部环境 首先他们家家乡那个地方 好像当地的民风就比较粗鲁 他的叔叔伯伯那边 按道理说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说打就打 再有他们家是严重的家宅不合 一家子就他爸爸兄弟姐妹一家子九口 我一看孩子就九口 打成一国粥 然后他们家因为自住高强 所以自我封闭 整个的家宅就是那种 好像是跟外面断了空气一样 然后他们家有一种非常 整个的家庭几个人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性格特征 就是他们非常的外归因 我们知道外归因就是这样 就是一切都不赖我 一切都是外边的人做的 对 外归因的意思就是碰到麻烦的时候 全是别人不对 我不想我 内归因是碰到麻烦的时候 我就想我是不是哪不对 所以 对 就是我们要比如遇到事了以后 当然别人有别人的错 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下是不是有我们的原因 我们可以预防 对吗 但是对于他家人来说 比如他妈妈 他妈妈 人家外人都反映是欠缺自信能力的一个人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反正要不就是邻居的错 要不就是兄弟姐妹的错 而且也能感觉得出来 他妈妈对待人的那个方式也是挺冷漠的 都让人家觉得他好像看上去好像不正常一样 就是这样的 这么一个整体的生存环境 给他的一个影响 而到他这儿 好像一切就都泛化了 而且就变得更加的严重 你想象一下 这家儿子众多 然后一大堆的男孩子 一块欺负村里人 村里人就说的很值本 中国农村人是比较含蓄的 他们不太愿意公开 在接受采访 谁是谁家特坏 欺负人 一般人是不说的 全都出来说 你就知道这家在当地的生育是什么样了 当把别人都给打服了之后 关门一家的兄弟打 父子两代打 老爹 爷爷告他爸 到法院去告他爸 然后家里的 书伯父亲 互相动手 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而居然全是别人不对 我们全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 这样的一个家教和家风里边 一个孩子会慢慢的 席得什么样的影响 成为什么样的人 咱们接着往下看 少某23岁 有一个姐姐 由于属于超生 少某从小被寄居在小姨家生活 虽然小姨家离自己家只有十几里路 但每年少某却只能与父母见一面 对于这段经历 少某一直不愿再提 咱们再说 反正就是不想说 反正生这也不想说 2000年 七岁的少某 由于到了嗜学年龄 被父母接回的家 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少某 性格上也开始变得活泼起来了 那时候他讲我 那时候七八岁在我那辈子 那时候不还是上学了吗 然后那时候也出来给人家出来玩 有一年呢 这他一夜没回来 回来了 他回来了 我说那你跟他一去想玩 那能咋的呀 他说是安的同学 那我说那能咋聚到一块了 他说都有那口酒好 那小那几年 他都这样 回家不久 依次少某父亲四兄弟间 因为田地问题再次发生争斗 年幼的少某 眼睁睁的看着父亲 与其他三位叔伯的争斗 心里开始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小时候感觉感觉无数 感觉很无数吧 也没有能也小 也没有能力量 也没有能来 去保护家人 都是这种感觉吧 因为觉得在家待着太憋屈 15岁时初中未毕业 少某就辍学外出打工了 当时长大了 那不是李家也冤了 也冤了 当时行李到时候行李 也没有李家冤了 也不常讲一啥行 当时行李犯是犯 但是一会儿相信也犯 但是也不是说可能了 逃离了家里的这块繁星地 少某也开始努力赚钱 他希望自己重新回到白石港村时 能让村子里的人看得起自己 2013年 已经20岁的少某被父母从杭州教会了乡亲 因为事先父母并没有与少某商量 感觉不受尊重的少某 对于父母的安排非常抵触 对于少某的抵触行为 少某的母亲非常的气愤 为了防止少某外出打工 少某的母亲把少某的身份证藏了起来 不能在外出打工的少某 准备学一门手艺 拜了一个师傅 据说这个师傅道行高深 整日在一间黑房子里闭关修行 在跟师傅学习一年后 由于少某过于孤僻 最终并没有学会阵门技艺 同时在父母的阻止下 少某也失去了学习欲望 他称言说叫校可中的学法 他把说呢 不讲了学大 过来学堂上 学大学 说我上墙 然后他不是 学上墙 没有学会吗 心里梗犯了 想去打工 父母不让 相亲对象 自己又看不上 想去学一门技艺 却最终失败 这一切开始让少某自我封闭 整日闷在家中的少某 脾气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暴躁 有个人说 就是光说扎死了 或者啥子啥子 就是 两个摔着光摔混乱 整日的无所事事 少某开始缠迷于网络世界 希望能在虚拟世界得到一些慰藉 希望看那种 那种 水泡形化 都是那种 有点那种 别难缠 那种 反正就是希望看这种 邪不灵灵的 慢慢的 少某迷上了枪支 并开始尝试自己组装枪支 每回 当自己心情不好时 少某都会通过打鸟的方式来释放压力 2014年 少某家因翻修老房子与邻居发生了争吵 暴躁的少某当场把邻居的小孩打伤 反正够 那种 那种 情长和情味上都是 够盘性的 之后 少某父母陪查了对方一万多元医药费 少某也离家去了县城找工作 当然因为 使得了 使得有所在线 然后 就是也陪众他了 陪了 陪了一万多 然后 这当然是不了了之的 后来 就是 谁也不论在 在找谁在这 都在 也不论在因为这 在有什么问题 来到县城的少某 找了一份洗车行的工作 因为手脚麻利 做事踏实 很快 少某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工资也是水涨船高 就是 我洗脸是不安的 啥事吧 有点不安 脏不脏 就是 都是找最好的 最感应该的程度 比较行 我都是 干我嘛 都是找最好的 程度 干 2015年初 洗车行因城市建设 临时关闭 少某也失去了工作 重新回到了农村 回家后的少某 经常独自一人 坐到田地里喝闷酒 少某的父母 此时也发现了 他的一些反常行为 大不一样的记忆 他爸要一说 他都甩 我怕他就跟他说 不是田匠啊 他也不叫我妈 他也不叫我 平时他冒附 妈 这把哪把 他也不叫我 当然感觉 本身 他实习完了嘛 那肯定一个 我也得我自己 那肯定 假的 是二十五都 看过 但是那时候感觉 都是没有他力量 就看过 一直压抑在少某内心的负面情绪 最终在2015年12月29日这天爆发 当天 少某来到手机店 与店内的销售人员协商解决方案 但遭到了拒绝 回到家后的少某越想越生气 下午18时左右 少某再次来到手机店 一进店门 少某就拿出一把改装枪 对着店员发射 之后 又拿着一把短枪 直接在店主头上开枪 作案后 少某弃枪拷逸 那反正你也 你也 那母女俩做了案子 那我只有跟着唱 你怎么办 那我也帮不拢这么多了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一开始您就说 作案的这个嫌疑人 好像是一个 很会自己拱自己的伙 自己是激自己 跟对方没有什么关系 确实现在我们看出来了 比如他一直就 他就很烦 然后他就恨所有的人 他也不喜欢他爸他妈 他也不喜欢街坊邻居 跟街坊吵架 就把人家孩子打伤 没事自己就组装武器 看电影看电视剧 就专门找变态杀人的看 然后心里不断的幻想 就是我要炸死他们 我要捅死他们 然后终于有一天找一茬 就去把人家给枪决了 实际上如果他打死的 不是手机店的店员 我相信这事他早晚得做 谁碰谁算 就是这么一个事 而之所以他成为这样的人 跟刚才我们分析的 他那样的家 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我把它做一个 做了一个三段论的一个总结 大致上 这个线路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了 刚才了解了他的成长背景 很长一段时间 跟父母完全是分开的 然后我相信 在亲戚家里面管理和教育 都是比较舒服的 所以他从他父母那儿 既没有得到情感 更没有得到教养 这是一个基础 再有 他本来跟父母就已经很生疏了 然后在比如后来相处的过程中 包括他的私事上 他父母对他的干预是很粗暴的 这种情况就把他的极端的情绪 就越发的激化了 就没有 原本是比如生疏 我们慢慢建立情感 然后我用尊重你的方式 让你慢慢的可以体谅 我过去对你的疏忽 然后两个人感情可以好起来 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相信这个孩子 他一直都心里面有一种怨恨 他觉得他自己很可怜 就是我是被父母放弃的那个 被抛弃的那个 于是就一直都在积攒着仇恨 攒到什么程度 到后来就丧心病狂了 像这样的父母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 他不可能带给孩子 比如说爱 善意带不来 所以这孩子没体会到 又被松出记养 记养的孩子特别容易记恨父母 觉得被父母放弃 这个还不是最主要 这个就会让孩子可能心里有缺爱的感觉 如此而已 但不会太饿 可是我觉得就是父母刚才我们说的外归因的思维习惯 他们一定从在孩子从小长大的过程中 在分析每件事的时候都在抱怨和仇视周围的一切人 谁谁特坏 谁谁特坏 他们坑咱们 他们害咱们 最后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仇恨全人类 就所有人都坏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因 就是我相信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 曾经很多次目睹他父母和别人起冲突 然后他们家因为是外归因的 他把所有的吵架的过程 争吵的这个打架的过程 都理解为外人对他们家的欺负 而实际上由于他们家人的这种行为方式 人家外人最后就真排斥他们家了 所以就印证了 他说的那个他们全欺负我 所以我恨所有的人 因此很清楚的感觉到他对一切没感情 你看他也不认他爹妈 他也不管他妈叫妈 他没事去杀动物 然后如果实在是情绪更激变 他就去杀人 他对所有的一切都没感情 而且关键是杀完人了以后 他跑嘛 他也不想跑 他自己也不想活 真是非常可怕的家风和家教 铸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畸形儿 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 生活中弄成这样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有那种外观因的毛病 缺爱缺善意 跟人打交道的时候 冷漠粗暴 带给孩子不良的影响 这个是在生活中普遍存在 就是其实对这些人来说 你自己是可以察觉到的 就是假设你在每一次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觉得都是别人的错 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 黄老师 实际上本案当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这样的一个矛盾 如果碰上一个心理不太好的人 他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去报复 砸了窗子砸了人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拿了一把枪 对着人家头部直接开枪 只取人性命的这种行为 离正常人的思维距离是比较远的 因为人自从摆脱这个动物之后 形成社会之后 他最初的对法律的一个认识 就是杀人长命 这样的方式 在这样一个闹事区去 对着人家头部开枪 基本上和你自杀是差不了多 什么法律杀人长命 是法律的一个基本要点 这个是读过小学院都知道的 那么所以这个案件的本身 就让人觉得很离奇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正常人 有不正常的人 但是今天那是个离奇的人 他既不是精神病患者 但他做出的原因是对 损人是也不离奇的 这种恶情案件最近让我想起 其实在上海道时期 前两天也发生过一个类似的事情 一个出车司机因为赌博 居然就是输了钱 居然结杀了一个女乘客 问题在他趁这个女乘客的地方 他明确的知道 上面有探头抓了他 他也是个大车队 然后把这个卡拿了之后 直接到银行去提款 提了款之后 把人家女乘客绑了 扔到河里边去 活活淹死 然后这样的这种极端的案例 最近出现 就让我不得不提醒 有个方面 有个部门要注意 有一些寡居的 有一些特别就是隐蔽的 什么把自己家楼房造六米高的 那个围墙 围墙造六米高的 不爱人 不爱一切人 也不爱自己的生命 不爱小动物 高家人小动物的人 这种人都是比较 不爱小动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